桃园生命树领袖协会在暑假最后期间 特别来到了秀林部落交流协会的文件站举办课程 青少年营队还有部落彩绘以及居家改善服务 透过一连两天的社会服务把爱心分送到各个角落 来自桃园区的生母领袖协会 24号和25号两天 这次来到花园县秀林项部落交流协会 来为文件站的长者进行居家服务 花园这边就是我们也来到了秀林项的部落 家湾部落里进行长者额头 那其实也是看见就是真的部落的需要 看见偏乡的需要 那也是带着这一群的都市的孩子们一起来到 这边就来到部落来到比较偏乡的地方 去成为这一地的祝福 那所以我们这次派出大约70位的年轻人 那都是非常对志工 都对于志愿服务非常热情的一群年轻人 一起来到部落这边做服务 也是能够回馈这个社会 回馈这个地区 我们会也前往现场 肯定生母学会为部落分享爱的活动 我讲这句谢谢你们 欢迎你们再次来到 未来能够再来 再回到我们家湾 那更希望未来能够跟公所这里做一些文化交流的一些 一个活动 那我们再把我们的社会关怀 也能够配套在里面 我想我们的部落真的需要各界的来关怀 花蓮县北区服务中心主任游花铭也肯定 部落教育协会和桃园去结合服务的工作 希望这样子能够针对一种 善的交流爱的交流 让我们花蓮的美丽 跟花蓮的善良 让更多人来知道 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朋友来到部落社区 来做我们的社会服务 生命书领袖协会在副秘书长宋茂南带领着服务职工们 共计两天的时间为长子和小朋友服务 两天的服务内容包括文件站课程 青少年营队课程 彩绘部落 居家改善 送餐服务等等 也期盼借由每次的服务队 创造多余的局面 同时也训练学员们 并且完成几个目标 建立世代领袖 借由举办服务队 让今年团队来承担 学习协调沟通能力 活动策划能力 预算规划能力 以及效率评估能力 帮助青少年培养未来进入职场的必备能力 增加职场的激增力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